在社区博物中心埋著騎到麥区唱到卡拉OK 是很多社区民眾的趣味受限 不過最近所有有方聲說 社区博物中心埋電腦扳唱機的歌 寫著騎到這個版本問題 很多專輯都怕騎到麥区來唱歌會比騎到歌 要說有版田中 我們都來唱啦 不過就沒有唱唱歌 都太鼓歌 我有看他們都說不可以唱 所以罰錢什麼的 叫大家不要唱 很害怕 會不會哭 為錯情侯特別高興 紀佳輝離請到議論 我們跟中央反映 中央也邀請業者 獲得業者保證不提刑事告訴 那在民視的部分 那我們也呼籲 就是業者不必一個一個去找 這個我們相關的這個歌唱班 或是相關的里長 那直接來找市政府 那經過市政府跟業者相對話之後 他們也願意用一個比較優惠的價格 市民會提表示說 在費財三塊修正之後 一些定義不公開清掃地數 什麼進行是公益使用 什麼做營業使用 有一些模糊地帶 作為一些糗米公司 就加抵抗政府來新聞 說要處理比較作為民眾恐慌 相關的市政府也有編列 大概有編列100多萬的這個預算 來這個處理授權金的問題 所以這個民視形勢都獲得初步的解決 那但是正本清源還是請立法院修法 那修法要站在民眾的立場 對於只是在區裡中心唱個歌 這種行為根本就不是盈利行為 只是一個公開唱歌 但是不是一個盈利的行為 所以不必為了這個東西 就追究一大堆的授權金 民視在辦倉的受款問題 市長說已經跟業者 來這裡的洽談受款問題了 受款會有的市府來這裡的處理 業者也不會提出訴訟 就讓人可以放行來唱歌 南評新聞 大家分享 大家猜方報道